你 我们掌声请溜溜 大家好我是溜溜 我是一个离婚律师 我周围的这些朋友 他们也非常喜欢问我 关于离婚的法律问题 但是他们统一的一种问法 都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想要咨询离婚的问题 所以可见 朋友是这个世界上 最喜欢离婚的一群人 我是邹露露 一名家事律师 我从一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跳槽当了律师 跳出了我自己的舒适圈 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您好 您找哪位 您感觉做律师吗 好 好的 谢谢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就是协议离婚的话是2011 我看一下 因为我就记得协议书 对 1月14号 其实我是跟他 详细确认过 是不是真的 要 要真的要分开 他就说他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个小孩 没有孩子 12月24号 是我们俩的 四周年结婚纪念日 叫他就提出了 离婚离婚 在那一天提出离婚 其实那段时间我还在想 我还要不要坚持第三次之外 我可能就是我会觉得是 我自己 是不是就是我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得到这种结果的时候 我就没有力气 力量再去说 坚持下去 我就说那好 那就分开 这案子其实并不复杂 当时她是以为自己 生不出小孩 所以呢 她老公要跟她离婚 他们之间呢 也签订了这个离婚协议 因为这个新的民法典的规定 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她是到了这个最后关头 又放弃了离婚 然后找到了我 可以跟你说 我一直百分之百地相信她 但是没想到就是 8月12号 被我灯伸上了 嗯 在 省富佑 就是碰到了 嗯 就是 他们俩在妇产科 进一步了解 是在妇产科牛产 当时我找了朋友 然后就跟着他们 就知道他们 就住到了我以前的家 带着他回到了我以前 在现场的时候女孩子是个大学生 后来根据女生的那些口述我知道 她的第二个小号 就是在我做手术 就是在我做手术的那些时间 然后她们的第二个 母月份 他们俩在人家去订婚了 他们最后给了最后十五万的订金啊 我打印我妈妈就突然亲戚跟在过室了 你都遭遇了什么 妈妈 没事你会变强大的 你会变强大的 原来就是在一个月冷静期的最后一天 她发现她丈夫出轨了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她觉得自己被欺骗也被伤害了 所以她的诉求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案子呢变得有点复杂 你自己现在的想法 我要的是第一 他们家人的一个态度 态度 真诚的态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经济力那一块 必须要有付出代价 如果让你舒服 要道的态度 其实你是统一的 对不对 是的 清晰 有眉毛吗 小X片子 有一点思路 聊一下可以做的案子 好好 我觉得首先是她那个十五万 因为我听了一下她们那个通话的录音 我那边还有给钱的那种十五万吗 我会是小X片子 要了十五万吗 你的钱给我的 大学生她自己承认了 确实是给了她十五万 所以她实际上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 初步的证据的 她也承认了 我觉得是可以 以这个证据先提起这个付付的 你赠予合同 无效纠纷 以这个作为最开始的第一枪 但是感觉光这个录音应该也不够 对 你必须要补充申请调令 调取她的这个银行转账记录 另外就是 因为这个十五万也是基于一种 违反了公序良所的原则 擅自处分 这种案件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要证明他们俩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个很重要 如果将来在案件事实中 能够确认这一步 也对我们接下来的重婚 或者是这个离婚都有好处 重婚 但是现在这些证据材料 我不信连立案都难 对 很难 说实话这个重婚 我并不是思考想要她必须定罪 这个重点是在于要给到压力 告诉男方和女大学生 将来在某些场合你们是以夫妻名义的 那真的是有可能构成重婚 她是不是做了一个人疗手术 他们俩 是的 那就医院肯定是有人疗手术的记录的 这个上面是有一个联系人姓名关系 家属签名是留 孕妇的关系是丈夫 对 隐产的生命里面的 这个签字一样的看到吗 丈夫 我们不一定要先提起离婚 我们以重婚和这个赠予合同 这两个我们去给对方施加压力 那么在法律之外 那我们还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和女大学生都能够出现在 在人面前 最好是三个人能够聊一下 这是她解开心里面的这个心结很重要的意义 您好 您护照用户正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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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姐 我和蒋女士联系了好几次 都没联系得上她 那这样吧 别打了 我跟她联系 好 继续 好 喂 你刚刚在干嘛 我打电话一直接不通 之前你是跟我说 你想要找他一次 要一个态度 你打个什么时候去 去是没去 但是呢 感觉就是可能 第一个就是 见着他的机率会非常小 第二个就是这样子去见他 可能感觉意义不太突然搭 其实我都觉得 就是对他是害怕的 你知道吗 我的建议啊 在起诉之前 你们两个人 还是好好沟通一次 如果是要的一个态度的话 起诉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但是沟通 你是可以知道他的态度的 那这种情况下 要不就是你直接跟他 跟他打电话 看他的那个 那个嘴子 就是他的一个想法 你到底是想要什么 你想清楚了没有 就是他真的是在见到我的尊严 就是到目前为止 真的他没有说过一声对不起 如果他尊重一个妻子 所谓的妻子这个角色 他都不会就是说 把一个外面的女人 带到一个当时我们一起生活 而且是由我一点一点对 把他给装起来的家里面呀 你知道吗 就是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都会很痛 你要的尊严 我一定会陪你去要的 但是前提一定是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要有一个坚决的态度 不然我也要不到这个态度 明天就陪你过去一起见他 如果你想清楚了 好吧 嗯好好行 好好拜拜 家事案子走法律程序 其实往往是最后一步 在这之前 我们通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帮当事人稳定情绪 让他勇敢的去面对问题 目前我们搜集了很多的证据 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不正道关系 但这个案子他的关键并不是为了打官司 他是为了要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在庭前 能够创造一次机会 让他们之间做一次最后的沟通 最终呢 蒋女士也同意了 要主动去找他探 他现在还没回家吗 这个时候了 一直喝的那一对杯子 应该被他扔了 我的那个 这电脑是你的吗 一盒避孕套全部用完了 医院份 懂吗 我搬出去了 明白 比你想象的要接难吧 难过吧 难过 所以你知道你自己 延长到里面多久吗 难过 你要不是今天进来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今天进来还是已经被他清场的 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过一声对不起 他没有觉得他有错 对 都是你的错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欠他们家一个小孩 对 都是我在托他 他让我 就让我用工具一样去给他做了那么多事情 装修房子 用我的身体来做试管婴儿 但是在外面有女人 他是个魔鬼 对 两点多了 两点十了 有没有 好 是 回来 έ 这些人怎么在这里吗 哎 你也想起来 有干 property 是 那些人 没有干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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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些人 说明净期 明净期 明净期 哼 你现在在哪儿 做做人吗 要解决问题就当面解决 无法理内 无法理内 你是始作俑者你知道吗 你在婚姻当中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欺骗者 你 我妈过世了 今天是我妈的纪律 你是个人吗 你是个人吗 你娘就是跟我打电话 你今天是我妈的纪律 你竟然害怕我吗 你有良心吗 你是个人渣 你是个畜生 你知道吗 你掉两个孩子是你的暴力 我对我 我对我 我要你道歉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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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见面见面说 不说 我现在也不想跟你说了 我的心脏 你要被你气爆了 你想要做个歌 可能谈不下去了 她真不是个人 她今天还讲到我听她身上 我妈了 我听到 她还骂人 好 接接接 我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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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爱我 你也不爱那个女学生 你如果爱她 也不会让她这样子连续流产 你也不爱你的爸妈 你如果爱你爸妈 你不会做这些事情 让她背负这种耻辱 这么自私 让我们都成为你的挡箭牌 然后去实现你自己类型的 那一些黑暗的私欲 你最爱的是你自己 你懂吗 你反省过吗 是个男人就出来谈不 有什么好那个的 她真不是个人 我觉得她今天 并没有很想要跟你 讲什么离婚的事情 最多只是想套你的想法 三点钟了她在哪里 今天不用去见她了 见啥呢 我们把东西收拾好 走吧 我们走 那个戴眼镜的男的是你老公吗 是吧 是吧 你躲啥 你有什么可躲 给你打电话 是你 是我要了 我威胁你啥 我今天带 带我日式过来 就是想好好跟你谈到 你今天 可以 如果你很好地跟她说 但是你刚到了台湾 你今天可以解决了 你既然这么想知道 你就解决了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何必来 是吧 是吧 我是你 的妻子 三点没回来 你在外面干嘛 没关系吗 你在外面打劫 还是偷人啊 对方对我们的敌意很大 拒绝沟通 所以我们果断放弃了条件 直接走法律程序 以这个赠予合同为由 起诉了南方和大学生 这个赠争合同的纠纷 其实马上就要开庭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 对方可能会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抗辩 那么针对他们否认这个婚外情的这关系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提供的这些证据中间 完全能够证明他们之间 比如说手术同意书 他们同性同众的照片 甚至是女方亲口承认他们的关系的录音 你们俩是认识三年对吗 对 2010年 2010年上半年在一起 对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 以及当事人他的诉求 其实就是要能够认定他们之间的 非正当男女关系 那么只要能够被认定 我们就可以拿回这十万 他觉得他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觉得他跟XX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反归到我这些信息是这样子的 所以对此他也是说没有道歉可言 可能不可行 当然了事实到底怎么样子 可能当事人本人是最清楚的 反正你们这个想法我可以 大家都不蠢了 我是觉得在这个案子中间 最大的问题是 其实讲就是要认清楚这个男的 甚至于会被这个男人洗脑 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于自己的不满美 其实他是受害者 我们如果要要到态度 我们要自己去整去 而不是等着法律来救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近关注的 蒋女士离婚案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邀请到了这次案件的律师和当事人 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她的故事和感受 回顾整个世界 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是也让我重新也认知到了生活当中 我之前我所忽视掉的一些爱 让我也意识到了 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爱自己的 会不会更像是一种重生 可能就是说我还需要认知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面对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先要做的就是坦然勇敢面对 在她的故事里面 我也获得了力量 好漂亮 谢谢 有大耳环 红衣服 红耳环 好 谢谢 你是拿铁的 今天的账号真的给我感觉就是幻然一些 有你的一份功劳 以前其实我的朋友说我是小太阳的 但是没想到后来我这个小太阳 就变成了那个 有段时间 都黑洞在要吸收他们的那个能量 就每天在吸 因为你在身上受到了伤害 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还是感觉到了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点 就在于那一只判决 判决书上面它能够体现我当时一直想让对方来认的一件事情 他看到了我的一个伤口 那是真正的我的一个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个释然点 说实话 这个道歉到现在也没要得到 你现在还在意吗 还要吗 之前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 我就现在也会在想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依赖一个别人给我的对不起 让我走下去呢 是 那只要别人不给我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是不是就活不下去了 好像这个也不是这样了 那我为什么要要呢 不重要了 不重要 真的是 好了 我们来干个肥 干个肥吧